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会说 健康就是幸福等等 大家所想所说的 不就是每天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吗 我们对幸福二字的认知各有不同 所以说 总归一句话 就是生活智慧 不知大家有此认同吗 首先 请大家观赏历任总统赞赏太极门的影片 贵会成立35年来 秉持尽忠尽孝 爱国家 爱社会的宗旨 最后 同好 自立演习国术 发扬武德 对传承固有文化 树立良好社会的风气 贡献做出成果 令人敬佩 太极门是古老 气功武士门派 殊途代代相传 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弟子民各个多精神饱满 身心健康 在弘掌门人的引导之下 除了修心养性之外 更秉持奸善天下的精神 激势助人 并透过国际文化交流 推展世界之爱 让爱与和平的理念 传遍全世界大洲 特别还要借此机会 再次代表政府 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和感谢之意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 为国家 为社会 所做的努力跟贡献 每一次看到太极门 就看到活力 看到温馨 看到爱 我们非常敬佩 宏道子博士 这一种憋一天敏人的情怀 也希望在全世界各地 太极门都能够秉持这一个原则 让台湾站出去 让世界走进来 太极门更在掌门人的带领之下 积极走向世界 为台湾做国民外交 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未来 我也希望 太极门在红掌门人带领之下 能够继续跟政府一起来打拼 发挥我们良善的影响力 让台湾不断的进步发展 让世界更看到台湾 今天我很高兴 有三位分享者 愿意说出他们的心情故事 首先 请蔡云分享 大家好 我是一位直约妇女 26年前 我进入太极门练功 一切都是这么的圆满 开心 但是好景不长 在85年的12月19日 却因为一件 无终生有的事件 让台极门受难了25年 那是一个违法市值的检察官 对我们做的不实的指控 一个像话全世界的大谎言 哑小鬼 这个无稽的编派 让我的母亲 对我非常的不谅解 甚至不惜绕下狠话说 如果我不听话 就不让我回娘家 自无疑 是对我造成晴天霹雳的大事 25年了 9000多个日子 这个限购案 依然持续的延烧着 对每个太极门弟子 都是一种莫名的枷锁 紧紧地勒着我们 可是我们的师父 却教我们要钟爱国家 爱世界 爱人民 甚至我们自立 自费出席了八次国庆展演 及3000多场的国内外文化交流 推动爱与和平的良心文化 走访了101个国家 促进国民卫交 提高台湾的能见度 让世界看见台湾 师父要我们用爱 用良心 来维护世界和平 可是为什么 这么好的团体 政府没有守护着我们 反而让那些无良的官员 伊尔队的迫害呢 法院在民国96年7月13日 就以三审确定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根本没有税的问题 但是国税局 就是不愿意撤销违法税单 行政执行署更是在 太极门奖案历经的24年后 不顾立法院公听会的决议 在109年8月21日 强行拍卖苗栗修行预定地 并收归国有 这些土地 甚至还没有界定完成 这些所谓的分奖金 抢时间不分青红皂白的执行 他们的粗鲁行为 真是太恶心了 希望政府 凭借以民为主 依法行政 严惩违法的官员 还给我们修行圣地 据公道 保障人民的信仰 自由和法治人群 让人民安心 安定的过日子吧 谢谢 家是给人 依靠 以温暖的地方 尤其 有父母的庇佑 照顾 孩子是多么的幸福啊 无奈的是 因为检察官 一人之错 造成无数家庭的失衡 多大 再来听听 新歌的分享 大家好 我21岁刚退伍时 本应是我人生刚要起步时 偏偏却得了肝病 医生表示 需长期吃药控制 且不一定会好 顿时让我的未来陷入一片黑暗 正当不知如何是好时 哥哥介绍我进入太极环练功 不到半年 我的肝病竟不要而愈 也让我的人生再度充满色彩 本来只是欢欢喜喜的练功 身体变健康了 脾气也有进步 工作顺利 家庭也和乐融融 可是因 和宽人检察官的违法滥权而变了调 就在85年12月19日的晚上 新闻报道的内容 都是有关太极门的误实报道 我跟妈妈都是太极门地史 我的身心因为练功而受到改善 妈妈也很清楚 太极门是个好地方 所以没有被新闻报道的内容影响 爸爸因为对太极门不了解 而被新闻误导 所以对我们不谅解 导致我们暂时不敢到会馆练功 免得家庭闹革命 隔天到公司上班时 同事们第一句话都是说 太极门如何如何 让我在同财之间备受压力 但是事情并不仅于此 显然这只是一连串谬误的开端而已 首先何宽人检察官违反证据法则 竟然以养小鬼来起诉太极门掌门人 他在接受电视专访 还大言不惨地说 我在他眼中看到闪过一丝阴影 所以以我的办案直觉 判定他有养小鬼 何宽人身为一个检察官 竟然在侦察期间接受媒体采访 并且公开谈论案情 其行为已经严重违法 经过监察院调查 何宽人调查太极门案 违反八大缺失 并韩文法务部因从严益处 至今不仅没有受到应有之惩处 还高升为法务部连政署副署长 他真的逝任吗 大家来评评你 也难怪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度降低 历经25年的太极门假案 我看见官员们的傲慢 睁眼说瞎话 漠视人权 图改公文 违背承诺 强征名裁 看见台湾税单满天飞 税务机关行政裁粮权过大 任意扭曲所得性质等问题 造成税灾遍野 光是去年民国109年 全台新增欠税欠费 强制执行案件 居然就有1431万件 几乎平均每两人 就有一人要面临强制执行的问题 难道真的是台湾人民 比较喜欢欠税不缴吗 几经政党轮替 但不变的是 不公不义的违法官员 继续荼毒百姓 中华民国宪法保障人民 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是一些违法的行政机关 裁粮权过大 又没有一套有效的 层储机制 只是任由违法公务员 为所欲为 进而造成人民恐惧不安 无法安居热业 甚至家破人亡 本人在此呼吁政府 原成不法官员 平反太极门假案 立即撤销所有违法税单 并返还太极门修行道场预定地 让台湾宝岛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法治的国家 谢谢大家 两位分享者 他都有一位检察官不时的起诉 以养小鬼 污名栽赃 造成家庭父母与公司人员的无量警 试想上万家庭的气功武术修行团体 竟会遭到不良官员的迫害 请大家观赏事件的始末 太金本的税务案件 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案子 太金本从55年成立到现在 从来就没有要缴税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产生就六个年度的税单 就是当初活宽人的刑事冤案的迫害 国税局的发单课税 也是依照侯宽人滥权违法的起诉书 照抄里面的内容 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调查 就发单课税了 所以他当初一共发出了六个年度的税单 可是这六个年度的税单 到今天经过刑事法院三审的判决确定 经过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确定 都已经认定太金本不是补习班 包括行政院一百年的 一百年十二月九号达成的跨部会协议 要求国税局要求财政部 去就太极门的所得性质做调查 他公告调查的结果 也百分之百都说禁私礼是正义 所以说不管是从国税局的实质调查的结果 从法院的判决确定的结果 太极门都是师徒关系 禁私礼都是正义的地址的禁私礼 不是补习班学费 所以太极门根本就没有税单 也没有纳税的问题 所以说这81年度的这张税单 也是错误违法的 很简单嘛 他那时候依照起诉书 发出了六个年度的税单 他五个年度的税单都更正为零了 那怎么会只有81年度的税单 不用更正为零呢 他80也更正为零了 82 83 84 85也更正为零了 为什么夹在中间的81突然不用更正为零 所以换句话说81 他那个税单当初也是错的啊 那现在已经做出正确决定 撤销更正为零了 81就更不应该存在啊 对不对 那即使说他有一个法院的判决存在的话 那也是一个王法裁判啊 因为他认定事实错误嘛 他把太极门当作是补习班嘛 用补习班的成本税率 来对太极门发单课税嘛 所以这个认定事实错误 这个适用法律就错误嘛 所以这个法院的判决也是一个王法裁判啊 那王法裁判怎么可以执行 这个就当你明明知道说这个死刑犯 这个判决是冤案 你还硬要把人家抓去枪毙的道理是一样的啊 你不帮他平反 你国家就有错了 你国家还错上加错 还把人家杀了 那这个不是国家杀人这是什么 那换句话说一样啊 你国税局滥开税单 他自己都承认税单开错了 你国家的判决也认为说是一个冤案 也给人家冤狱赔偿了 那你现在还硬要执行人家的财产 那跟公然抢劫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说 81年度的这个税单 中区国税局应该要依照税捐地址法第40条 主动撤回执行 而且这样的一个滥权违法的税单 行政执行署身为法务部最高的国家的法律解释机关 他有权利 他也应该要去停止这个违法税单的执行 所以这个税单不能够执行 这个税单也应该要撤回 地址包红包 禁私礼 这个是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个地址对师傅的尊重 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个被拿来磕税的 中华武术协会 气功协会 还有台北市国术会 在92年10月间也曾经发行公开声明 本会所属的团体会员 从没有因为地址正与 禁私礼而被税捐机关 课征税捐的事情 国税局这一次这个事件 对太极门磕税 已经严重地侮辱到全国的七公五宿 传统国宿的团体 苦苦纠缠一个 司法判决监察院最高行政法院 都说没事情 都说没问题的案件 你们的税单一再复活 我们监察官将获不执行 我们现在发现赢不出了 赢不出了 代表什么 代表当初是 我们这些所有 监察官所提供的税务资料 是骗人的嘛 就是假的嘛 你们可以到监察院的网站去看看 我有七点的纠正 每一个纠正的时候 国税局就说 啊 我们弄错了 我在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跟财政部长讲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了 经过我们的司法体系的形式的审查 都已经确认出 禁私礼 是属于正义而不是守得 就没有所谓的守得税的问题 经过法院刑事案件裁判 确定所认定的事实 行政机关没有理由 不加以引用 观众朋友 当您看完 太极门如何被迫害的影片 就更了解事件的真相 我们再来听听 辉哥的分享 大家好 跟着师父修心养性 已二十六年头 记得刚拜师入门时 我是个大男人主义的客家男子 从不帮忙做家事 及关心家人 那时候认为只要认真赚钱 把钱拿回家就好 想想以前的我真是可笑又无知 入门拜师后 师父的言教 生教 之教会下 我开始了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 学习改进自己的缺点 和坏脾气 也学会如何去让自己欢喜快乐 爱自己也爱别人 以良心出发 懂得换位思考 顾及他人的感受 让自己拥有喜悦的人生 没有想到 1996年 滥用公权力的检察官 欧宽人 仅凭三人的不实检举 便大肆搜索太极门全省十二道馆 未经查证 利用媒体公开呼吁被害人 成立自救会 公然 污辱太极门 是邪恶宗教团体 将一个 促进 世人身心健康的修行团体 污名化 这种手段 简直就是 欺骗媒体 欺骗社会 误导社会大众 为审宣判 太极门假案 全由检察官 猴宽人捏造出来的 当年配合欧宽人作伪证的 税务员史悦生在临终前接受记者采访 证实当年就是欧宽人主导 让他配合作伪证 屋子太极门逃落税 前高雄国税局检任 姬和黄昏光 曾痛批欧宽人检察官 对太极门案的手法 不只是非法课税 根本就是栽赃亡法 所信 2007年 最高法院判决 太极门 无罪 无欠税 期间 监察院主动调查 发现 偶检察官 侦办太极门案件 多处违法 严重侵害人权 强害检察官 公正执法形象 共业局违法 侦查不公开 违法 说所 冻结资产 僭越职权 令各县市政府 对各道馆 封馆 等八大缺失 并移送法务部 从严 就责益处 令人遗憾至今 仍未成存 还高升为 廉政署副署长 大家能接受吗 2010年 立法院 康世如等召开 公听会 时任财政部次长 张胜和 在会中承诺 撤回强制执行 并于两个月内 终结太极门税案 但最后 违背承诺 其实更让人生气的是 2020年的8月21日 国税局与行政执行署 联手将太极门的修行 道场预定地 收归国有 政府官员 私信移民 就是 献国家于不义 破坏国家 引人民 共邪 共生 就是不忠 对于这些 不忠不义之徒 总统 能不 惩处吗 坚持了 25年 希望太极门 师徒用 真诚的爱 能唤喜 政府官员的良心 换回 健全的 租税正义 在此 呼吁 小英 总统 伸出您的援手 让中华民国人民 免于司法 及税党 迫害 让民主制度 回归政府 人民要的不多 我们要的是 安心 安定的生活 以上是我的心声 谢谢大家 三位分享者 在气功武术修行团体 都练到了身心健康 无奈的就是 25年前的1219 变了样 这个害人听闻的 宗教扫黑事件 在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 已经判决确定 无罪 无欠税 的气功武术修行团体 胡宽人检察官 他却将 不实的起诉书 他移送国税 给予 赖开税单 致使太极门的 修行议定地 被强占 收归国有 这功礼何在呀 大家一起来 评评理 就是没有公开地开标ńsk 网站 我們現場聲音也聽不到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聽不到 我們的訴求 我們的請求 要求補件也沒有被聽到 也沒有聽進去 這個動作也是啊 10點半的動作你是意境的 請你回答 已貴婚高級執行 請主任執行 哪一趟 沒有啊 沒有10點半嗎 你執行11點 那不一定最後的 馬上拿來給我看 那你官網你把它摳掉 怎麼可能沒有 怎麼可能沒有 3月28號就要用暗器 好務號的執行署 新竹溫署 用什麼暗器呢 因為案件審議主 他們打算 因 沒有 國稅基增機關承受的情形 依法可以生命承受 所以國有財產局可以進場 所以國有財產局可以進場 推上稅 推上稅 我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立刻把它塗掉 再改日期提早 我跟他上去執行 世界上有這種 稅務人員的這種稅務機關嗎 禁私禮是屬於正語 而不是守得 就沒有所謂的 守得稅的問題 我在100年的時候 我就跟財政部長講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結案了 經過我們法院 三審的定案以後 我們詳細的論述 起訴書哪裡不可採 稅間單位如果以這個起訴書 來作為磕稅的根據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我們可以說這個案子裡面 你會發現到 我們在事實證據的調查 在閱覽卷中 在整個的 整個的激增的程序呢 都有點荒腔著板 總統的 預見 你確實你偶像嗎 24年之前你們在哪裡 24年之後你們在哪裡 你們有想像過 你們的一生 要花24年 來面對這樣一個 違法測罪的稅缸嗎 最初的 我将来龙气脉事件 用一首小调念给大家听听 就明白了 名门正派太极门 变气养生传智慧 带给世人身心临健康 名阳国际世界寻很无奈 一二一九大迫害养大迫害 欺瞒造假猴宽人 信仰迫害列家族 独改公文张胜和 偷卖股票被奖金 李贵分没法开卖 没良心啊没良心 无良恶观害死人 法院判决你不算 监察经证你不听 地委咨询你不理 一幅谷宴你最大样你最大 强夺民产真恶霸 阻碍修行天不容 违法官员终有报 官员执法凭良心 百姓的才会安心 过好日呀 过好日 以上是我的小调面词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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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